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来看新北板桥这间特别的意识餐厅 他们最吸睛的就是现做手工意大利面 如马卡龙般八种不同颜色造型 因为新鲜现做 口感也比市面上的面条更加有韧性 像是这道蒜虾花卷面 卷曲的面条有着淡淡菠菜香气 还吸附着蒜香和鲜虾甜味 让人一吃就上瘾 另一道甜菜跟洋芋面 外观看起来像一颗颗红色小汤圆 口感松软搭配番茄底酱跟布拉塔起司 滋味浓郁又酸香 圆的卷的红的绿的 五颜六色造型百变的意大利面 像变魔术一样展现独有风味 就超疗愈的 就会觉得它就从那机器这样 不滋不滋不滋出来 就觉得整个也太棒了吧 我觉得等一下就被我吃下去了 很开心 就很新鲜吧 因为很多颜色 然后就是各种不一样的面积 就很想吃吃看不一样的形状 吃起来的感觉是什么 色彩鲜艺的绿色花卷面 淡淡菠菜香气 蒜香鲜虾甜味 全吸附在有嚼劲的面体上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颜色蛮漂亮的 然后上位也蛮够的 那我觉得它的整体的吃起来的感觉 也会比我们一般吃的那种 细腸型的意大利面 就是更有口感 香煎虾仁 蒜末爆香 银角花卷面也不能煮太久 短短一分钟就得迅速捞起 下锅一起拌炒 最后加上一片炙烧柠檬 迈向西津有特色 刚刚其实来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道那种 就是类似豆子的那个蔬菜 台语好像是回廉岛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想说不是点面吗 可是来那个蔬菜这样 吃了才知道 哇 这真是面这样 造型百变的意大利面 吸引涛客目光 但光是制面 就要花上不少功夫 绿色花卷面是结合菠菜粉 跟杜兰麦粉 一起倒进制面机拌匀 每制作一款面条就要清洗一次 原物料不同 上色的时间也不一样 面粉然后做 然后做完出来 这个面倒卖到你桌上的时候 它这个时间都是三天内的事情 82年次的Malon跟伙伴Jason 在新北板桥经营意识餐馆 一年多来 每天亲手制作意大利面条 是他们的坚持 对我来说新鲜面更好的地方就是 我可以从很源头的地方去控制 第一个我要什么形状 我要多少湿度 甚至我要加我要的食材是没有问题的 搭配面条的酱汁同样混马虎 牛夹浸泡在一大缸的腌烙里头 用洋葱 苹果和红酒腌制一碗 隔天再加进番茄增添酸香 鸡冠面它中间有一个凹槽 刚好可以把这种 益式炖菜的酱汁吃到里面 所以吃的话它是一个很浓厚的 炖煮到软嫩入味的牛夹 搭配南瓜鸡冠面更好吸附酱汁 上桌前点缀一些益式香草酱 和微酸的红酸磨生菜 让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都能感受到 浓厚酱汁在嘴里化开 红酒和香料交错的香气全裹附在机关面上 牛夹吃来软嫩多汁 却又不湿嚼劲 层次丰富浓郁 因为像以前我都很喜欢吃细面 可是因为他们家就是主推用 就是他们固定的面条 所以我觉得口感上面也是蛮创新 然后酱汁确实是蛮包口的 纯手工的洋芋面做法也很特别 是用整颗马铃薯倒成泥加上面粉 再用甜菜根打汁染色 接着揉成一颗颗小圆球 看起来像极了粉色汤圆 油炸过后的洋芋面吃起来口感松软 入口即化 沾着番茄底酱和布拉塔起司 酸甜浓郁交织在一块在舌尖化开 两位请问定位吗 那我们今天中午就完全没有位置了 没有位置啊 用餐时间还没到 早已有好几组客人在店外等待 中午电话订单也全满 想吃还得先预约 反观刚开幕时 行销预算不足 只能靠着过路客飞机可悲 就算上门的客人只有小猫两三只 也不影响他们对餐饮的热忱 刚开始进厨房工作的时候是 每天都是早上十点工作到晚上两点 然后应该有一阵子是可能连续工作两三个月 一天假都没有修 Melon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 在爸妈期待下他进入银行法经部门 但为了追梦他却选择在疫情最严重 封城的那一年 毅然决然放弃银行稳定的工作 投入餐饮业 这个东西就跟投资所有的金融商品 都有一个概念是危机入市 就是股票在崩跌的时候 反而是如果你愿意做好风险控管 那才是你进场最好的时机 因为你有可能在很便宜的时间点路上 因为不是餐饮本科也没有相关经验 Melon离开银行后 先到餐酒馆边做边学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伙伴Jason Jason有16年的餐饮资历 从澳洲蓝带厨艺学院毕业后 坐在墨尔本的餐厅担任副主厨 对于料理很有自己的想法 让Melon十分惊赏 我自己因为本科背景 跟以前在银行工作的经验 本来就是对接比较多企业 那也对接到有一些中小企业 所以在中小企业的经营上 会有一些概念 创业开餐厅 两人也分工合作 Melon负责规划经营 Jason则用心专业料理 像我现在厨房带很多新的土地 都会跟他分享我的经验 因为像我是先在台湾学西餐 再去国外继续学西餐 刚去的时候会很痛苦 因为很多观念都会被打破 然后会被重新教一次 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惜 就是一开始又没有跟到 真正西餐的精神的老艺的做法 所以我现在对我们这群新土地 我都会教他们一些 我学到的新观念 在海外工作的七年间 Jason待过两间 堪称澳洲米其林机的高档餐厅 但最后却选择回到故乡台湾 他从不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 它就像季节的艺术 味道的艺术 就是酸甜苦辣 你要把它拼成一幅画 它有点像是人家画画一样 它有很多的笔法跟竖法 那我们就做菜一样 它有很多的色香油脂 浓郁温度 然后包括它的摆盘 或者一些小口感 从酱汁搭配 再到选择合适的面体和食材 对Jason和梅了来说 一道道意大利面 不仅仅是料理而已 而是把想法里面融入 如同施展魔法般 赋予意大利面 更缤纷丰富的色彩 明镜也算媳 reb i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蜅ékhid舍